今天小孩子 在沒有家長的同意之下 你餵藥 不好意思 那就叫做餵毒 今天小孩子 你去幼兒園上課 老師說這個藥 好吃喔 可以接受嗎 這個不是保健食品 這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藥 藥就是毒 毒就是藥 這是大家有的觀念 藥就是毒 毒就是藥 只不過是 真正的是以毒攻毒這樣而已 可是你沒有病 你幹嘛給他用以毒攻毒吃藥呢 沒有錯 那今天家長驗出來 就是說這個體內 確實是有含這個 有殘留這樣子的 這個本二蛋品 哇 侯市長竟然說 這個容許值以下 意思是怎樣 反正這個代謝掉 回去多喝水 就沒有事了嗎 這個侯友宜市長 到現在難怪會犯中路 因為還是沒有抓到重點 你要去了解說 為什麼在這家連鎖幼兒園 新北市有二十三間 到現在大家人心惶惶 為什麼到今天還會有細緻的小朋友 會驗出這樣子的毒品殘留 好但我先不說 先回頭再講 他為什麼行政無能至此 因為他一整串的行政 無能導致現在是不只新北市 全國的家長大家都很惶恐 我就問如果在第一時間 不要講第一時間 就在上個禮拜就好 你如果出來講說 今天新北市只要是 這家連鎖幼兒園的家長 你只要一通電話打到我的專線 我所有公費讓你檢查 所有公費讓你檢查 我留一個電話給你 你覺得這些家長會如此的憤怒嗎 如果你今天去查 新北市到底有幾家藥局 有存這個巴比托的藥 巴比托是這個第三級管制的藥品 每一個藥局都要做記錄 去買這個巴比托的 是每一個人都要簽名的 這個衛生局你一查就知道了 這件事情 你到現在你還沒有公佈 所以不好意思 永哥我今天沒有辦法帶那個 他們那個行政報告來 他們那個專案報告 因為我真的覺得 寫得爛透了 完全沒有辦法對民眾交代 完全說不出到底 新北市政府行政調查做哪些工作 好我們現在又看到了 這個今天總算出來講說 這個要清查 這個新北市的所有幼兒園 不好意思 高雄上個禮拜就做了 甚至是桃園 在昨天就講說我公費 我公費來幫所有 這個需要檢測的家長 你們有疑慮 公費來幫大家檢查 現在是連這個市長都不會做 行政無能至此 那我們覺得更遺憾的是 竟然還要轉移焦點 你重點都沒有放在說 你怎麼樣安撫這些家長 你反而去批評 未名喉舌的名義代表 那我不需要講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他這個後面的政治操作 因為他過去在新北市的經驗 從過去的恩恩案 忽悔就過了 風頭過了 大家都不會再記得 第二次 其實我不需要講 這個是侯友宜市長的人格特質 最近大家不在講說這個議員劉美芳嗎 他一開始講說是四月份 後來在議場上要起來道歉 我其實後來看到劉美芳議員道歉的畫面 其實我是為他很心疼 就很明顯是侯友宜的人格特質 他過去都是這樣子的專制跟壓霸 讓議員不得不低頭 那所以再加上他現在為了要從老三 要爬到老二 他必須要搶這些所謂的深藍的支持 要回鍋 所以他現在就是走那個侯友 那個走韓國瑜的路線 我也不管你真相是怎麼樣 我就是批評你 抹黑你 綠營的所有現在都完全失焦 都在批評綠營的所有的名義代表 我覺得這個侯友宜 你到現在拜託你要懸崖了 老百姓非常的生氣 怎麼生氣 剛剛衛時議員有提到了 你看這是新北市政府的大門被破棄了 人逮到了新北市府大門遭破白棄 犯嫌騎機車逃逸在林口落網 大門今早慘被破棄 新北市府遇不要觸法 民眾有權表達訴求 但不要觸法 我贊成 我在這裡要呼籲 我們的民眾要冷靜 不要用這一種暴力式的破棄等等這種方式去抗議 我不贊成 因為我們有很多表達的方式 你可以跟議員講 還有很多的電視節目也會去討論這個 所以你有很多表達的方式 不要用暴力的不要用這種方式 這個我贊成 但是這一件事代表了民眾的憤怒 雖然他講說是因為他陳情新北市政府不理 他才去破白棄 好像跟這一件事無關 不過至少他講了一件事 他去陳情新北市政府不理 他才破白棄 好 我們再看 獨家 這林傳媒說 為要風波擴大 新北市府廁所被貼指責的風車 說不要傷害我的孩子 你看 這個有點像中國的白紙運動 我們再看 不滿繞跑市長 網友聯書創立罷免侯友宜的社團 成員突破四千多人 一直在增加中 所以要立刻連署 所以大家可以去連署 他現在開始在呼籲 所以從這裡來講的政言 侯友宜要趕快去處理這些事情 當然這一件事情演變至今 我覺得其實醫學上該怎麼判定 接下來會越變越明 那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到最後已經演變成一個政治攻防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以政治攻防的高度來看 就是說印象很重要 為什麼印象很重要 現在侯友宜要選總統 那民眾對於你本來的印象是什麼 本來他新北市的支持率那麼高 是因為新北市政做得好 民眾才投票給他 那你現在要去選總統 變成說大家看你要選總統的相關準備 看似目前還沒有準備好 結果新北市又有成現一個看起來後院著火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新北市民的情緒就會被放大 就覺得說這個新北市出事囉 可是我們的市長正在選總統喔 那你到底這個準備好了沒有 尤其是這一件事情給大家看的感覺 已經不管過程什麼 現在市府出來說再多喔 我們這個第一天就什麼 第二天就做什麼 沒有用 現在確實以年輕的爸媽 中間選民 還有這些年輕朋友 感覺就是危機處理不是很好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回歸到策略面 侯市長你要展現這個想贏的決心 要讓大家看到啊 無論是剛剛在講說小雞很焦慮 還是說現在民眾對你有疑慮 呈現在民調數字上面 最重要就是說你要展現想贏的決心 我真的現在也覺得有一點看不清楚 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這個決心太強 還是戰法太強 強到連我都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略面 戰術面跟戰法面 你要怎麼用 你要向大家說明清楚 尤其是我剛剛講 你已經轉變成總統候選人 現在民眾對你的包容度會變低 過去你說好好做事情 或許你過去真的好好做事情 可是現在大家對你的要求 已經不是只有好好做事情 更何況新北市發生這一個疑似未要案 大家會覺得有點恐慌 有點焦慮 所以侯市長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團隊也不要只想著說幫他藏著 講這個你藏著可以藏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馬上又要去台大跟學生面對面的座談 政大已經這樣子了 台大的學生我想現在一定魔刀禍禍嘛 最晚的時候你在總統辯論的時候 你也藏不了多少 沒關係 我們情人捕捉 我們現在趕快準備 趕快做出來 尤其是黨內整合的這一塊 你看從昨天到今天 又多少新聞都在講黨內整合的部分 是你要去團結別人 不是別人要跟你團結 而且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千萬不要想說這個藍營的支持者 怎樣都會投給你 怎樣都會支持你 藍營的支持者是這樣 我如果不爽 我打死不會去投民進黨沒錯 但是我可能就不出來投票啊 更何況今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柯文哲要選耶 萬一有選民真的就是說 那我乾脆去投柯文哲怎麼辦 所以說在這個時間點很重要啊 端午節要到啦 我覺得我如果是侯市長 你趕快這個送個禮盒去給他什麼 對不對 最近西瓜跟蠻蛋 跟這個芒果很便宜 你送一箱過去 說不定郭台銘開心啊 他會回送你種子包種 對不對 這樣子對你們兩個的整合是好事嘛 重點是你要拿出積極的態度去處理 不過在這個同時 國民黨竟然還做了一個動作 去參加了海峽論壇 人民正在懷疑的時候 他們跑去參加海峽論壇 我們來看一下朱立倫嗆民進黨 可是陸委會說海峽論壇就是統戰啦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當然是千真萬確 大家也知道是統戰 結果你還願意去被統戰 大家也知道是統戰 結果你還願意去被統戰 大家覺得很奇怪 來看個相關報導 由台灣歌手陳麗農 以及中國籍藝人 沈依淳合唱的歌曲 《我們相信》 被選為今年海峽論壇的主題曲 在微博上廣為流傳 第十五屆中國海峽論壇 十六日登場 今年疫情解除警報 恢復實體會議 國民黨當然不能缺席 對於鏡頭揮回首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帥團準備搭機前往福建 這次同行的 除了有國民黨智庫人馬 還包含內政詛咒疾人高斯伯 智庫國家安全詛咒疾人 楊振武和台東縣長柔慶齡 全世界特別是美國 還有我們在國內的各個政黨 包括候選人 都主張要擴大交流 都認為交流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去這樣一個 大的交流活動 我覺得是對兩岸的 安定和平繁榮 是有很大的幫助 夏立言直言是為了 兩岸和平擴大交流 海峽論壇是中國地區 和台灣之間的民間交流平臺 由中國共產黨福建省委員會 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台灣一些民間團體 等兩岸單位共同主辦 被視為是中國官方舉辦的大型統戰交流平臺 而陸委會也三生五令 喊化是例行的統戰活動 呼籲民眾不要參與 民進黨的候選人賴副總統 也都說他最想做的事情 是要跟習近平吃晚飯 陸委會或者是民進黨 能夠言行一致 如果要加強交流 我覺得就不要附加任何條件 我們對中國的往來 尤其是政黨要自治 不能因為自己是在野黨 所以為了杯葛 就無條件接受中國所有政治上的作為 我覺得這一點對台灣並沒有好處 對台灣有侵略野心的中國 我們其實要有一致的立場 民進黨喊話 國民黨應該要立場一致 不要淪為配合中國統戰樣板 我們看一下 海峽論壇又搞統戰伎倆 向台灣青年釋放出上千個職缺 意圖來影響2024的大選 不過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我先講到這裡就好了 要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 在紐約時報的相關的VBC 什麼最近海外的報導一堆 他們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20% 甚至有人說他們還做假數據 應該是30% 失業率高到30% 年輕人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他釋放出上千職缺給台灣的年輕人 所以中國經濟陷入疲暖困境 台灣智庫市井 台灣青年附中工作你要注意 需求疲暖 砍單 中國失業罷工雙雙創新高了 年輕人的失業率20% 甚至到30% 結果他釋放出一千個職缺 說要給台灣的年輕人 拜託的啦 這是你自己在派風景 還要給人看風水 大家就是這句話 伊珊 這自己在派風景 還要給我們台灣看風水 這明明人家講 意圖影響2024的總統大選 當然是 尤其今年其實是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大陸那邊的 提出對台灣的解決方案的元年 所以他們特別是要利用這個海峽論壇 來建立所謂的台灣方案的一個 所謂的推廣跟所謂的吸收 包含台灣的各種的中小企業也好 今年也好 甚至是各政黨 所以他邀請 包含了邀請國民黨 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 還有侯佑也都邀請了 意圖影響台灣的選舉 很奇怪就是沒有我們的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也不會去 不過有一點 我還有一個新聞 你在講的時候 我特別要再告訴大家 就是這句話 英國投資移民顧問公司 預估中國政經控管 今年有一點三萬 一點三五萬的富豪都外逃 中國的富豪從去年就開始一直逃 一直逃 今年至少還有一萬三千五百個富豪 會逃到中國海外去 這種的經濟叫我們年輕人去 開除我們的職缺 你也拜託 是 尤其他其實就是這個平臺本身 說真的我們不反對 所謂兩岸的交流 包含很多的台商 現在其實還在大陸做生意 我們也希望說正常管道的一個 所謂的對等交流 那對等交流 其實國民黨很喜歡講九二共識 那其實九二共識 沒有共識 但是有九二會談 那個歷史精神在 當初九二會談也建立了所謂的海姬海鞋的正常溝通管道 那二零零九年為什麼突然創辦了這個所謂的海峽論壇 就是國民中共不希望透過所謂的對等跟尊嚴的管道 而自己自創了國台辦自創一個叫做海峽論壇的平臺 這個平臺就是由我國台辦 你中地 臺灣就是地方政府 所以他利用了這個平臺 把臺灣扁擊成地方政府來阻絕了所謂的正常民間交流的管道 這個是這個論壇 他當初二零零九年馬英九上任的時候 設立了一個最主要目的 所以他尤其今年是所謂的一國兩制的宣傳元年 他們的所謂的宣傳 包含在影響年底的選舉 他們會透過不斷的網路作戰 克文哲不是最喜歡想網軍嗎 你就看中國的網軍會怎樣介入今年的臺灣的大權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年輕人事業率這麼高 中國的富豪跑觀光 這個時候說開出一千個職缺 要給臺灣的年輕人去工作 臺灣的年輕人 你去是很危險的 他們家裡吃不飽 還要吃你 家裡在派風景 還要人家看風水 不然比較拜託